TagV目前主要的场景是作为TidyB的重铸引擎 TidyB可以理解为一个大号的Mass HTAB也就是OLTP和OLAP的结合 但TidyB不是这次介绍的重点 我们周五会有一个专门介绍TidyB的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回到TagV这个项目 TagV是一个分布式的KV存储数据库 它对上层提供满足ACID的分布式事物接口 然后TidyB利用该接口去实现分布式事物Pegulate TagV使用RAFT共识协议来提供多副本的一致性以及高可用 然后TagV它整体架构上参考了Spanner 内部为Multi-RAFT Group机制 我们怎么理解这个Multi-RAFT Group呢 首先TagV中的数据按照Key的范围 划分为了大致相等的切片 然后这样的一个切片我们称之为一个Region Region与Region之间是不会overlap的 然后所有的Region共同构成了整个数据空间 然后每个Region内部会维护一个RAFT Group来维持数据的一致性 这就形成了Multi-RAFT Group 然后TagV底层使用了RAFT DB来存放用户数据 在同一个节点上所有的Region都会共用一个RAFT DB 所以其实Region更多的是作为原数据的管理 然后这里再介绍一下TagV的大致数据结构 TagV使用了多版本控制 也就是MVCC Multi-Version Concurrency Control 在这种架构下 每个Key都会带有一个版本号 然后Key的更新不是就地更新 而是插入一个带有不同版本号的Key 以比如这里的Key 1 我们比如说我们要插入Key 1 Value 1 1这样一个建制队 然后此时的Version为Version 1 当然这个Version由事物来确定 我们可以先不用管 然后我们就会写入一个这样 Key 1 Version 1-Value 1这样一个建制队 接着我们想要修改Key 1的值 比如说把它的值变为Value 1 2 但此时我们并不是把Key 1 Value 1 把它改为Value 1 2 而是插入一个新的建制队 也就是Key 1 Version 2 Value 1 2 当然Key 1 Version 4也是同理的 这就使得我们一个系统中会出现 同一个Key的不同版本 然后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要读哪个版本呢 首先我们在读的时候会拿到一个版本号 这就限定了我们能看到的最大的版本 比如说我们这里要使用Version 4进行便利 那么我们在这个数据集里面 我们实际上读到的就是Key 1 Version 4 Key 2 Version 3 以及Key 1 Version 2 所以无论Key 1 Key 2 Key 1后面怎么更新 我们读到的都是才我提到的这三行数据 这也就是快照读Snapshot的语义 然后在TechV中我们的数据排列是通过user key 也就是这里的Key 1 Key 2 Key N 乘升序排列 然后按照version乘降序排列 也就是我们的Key 1 Version 4 会排在Key 1 Version 2的前面 这是因为我们这样的排列会使得我们的查找更加方便 毕竟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是要读更新的版本 然后在简单的介绍了TechV之后 接下来我将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内存引擎 所以需要介绍一下TechV目前读场景的痛点 或者说这种MVCC下面的痛点 我才提到TechV使用了MVCC数据架构 在这种架构下 如果一个Key频繁的进行修改 或者被修改 那么一定会产生大量的版本 如果我们恰好又要去高频的读这些Key 那么读放大问题就会很严重 这也是目前TechV的一大痛点 即在频繁update的场景下进行scan 我们遇到的一些case中 可能存在同一个 每一个有效的user key 需要读上千甚至上万个key 这既会严重的增加读请求的延迟 也会增加CPU的资源消耗 这里给了一个具体的例子 比如我们这里有个数据集 它从Key1 version 100 一直到Key100 version 100 然后这里有些key它会带后缀 代表这个key在这个version被删掉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Key1有100个版本 然后Key2一直到Key1都只有一个版本 但被删掉了 现在我们要从这个数据集中读两行数据 那么很显然我们第一行数据就是Key1-version 100 这个是我们能够访问到的数据 然后我们的内部迭代器会调用next 指向Key1-version 99 但很显然user key Key1我们已经访问过了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再返回这个key 我们只有调用next 直到跳过所有Key1的版本 然后来到Key2 但显然Key2它是被删掉了 所以我们还是不能返回 我们得继续调用next指向Key3一直next next 直到我们next到key101-version100 然后我们最终返回key1 version100以及key101-version10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读了两行数据 但实际上我们读了一万多行 这个读方大是非常严重的 然后更细致一点的话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但我们跳过了很多key 那么这里跳过的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同一个user key的不同版本 也就是Key1的其他那99个版本 另一种是那些被删掉的版本 也就是这里的key2 key3 也叫key1 那么我们实际上是有办法去优化第一种场景的 就是我们通过user key加上version0 对它进行seek 就可以跳过它的所有版本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提到我们的version是这样去排列的 那么version0一定排在这个user key的最后一个 那么比如我们重复next的几次之后 比如八次九次之后 我们发现还是这个user key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user key 加上一个version0 来seek它的所有版本 但很显然这种方法 没有办法去跳过key2 key3这种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下一个有效的user key 到底是什么 然后这里列了一个监控 这是真实集群下面 冗余版本比较多的情况 然后这里的黄色代表的是next的次数 也就是我们内部迭代器调next的次数 然后这里的还有一个叫processed key 就代表我们所访问到的一个有效的user key 比如前面的key1-version100 以及key101-version100 然后可以看到这里 黄色的除以next除以processed key 有接近200的这样一个比例 所以这可以衡量 当前这个负载的读方材是很严重的 那么目前Tikev系统对这种场景 是不是有一些缓解的办法呢 答案是我们会做garbage collection Tikev的garbage collection有两种策略 一种是raxdb的compaction filter 在raxdb做compaction的时候 会提供这样一个接口 compaction filter 接口 使得我们可以对compaction中的input key 进行一些额外的处理 这使得我们可以对这些input文件 进行一些版本上的清理 从而清理掉那种过期的多余的版本 但这里并不是所有版本都可以被清理 比如说那些正在被读到的key 或者有一些未提交的事物所涉及到的key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概念叫save point 来进行这样的限制 也就是说在compaction filter的清理逻辑中 我们首先会跳过那些版本号 大于save point的key 然后再进行相应的key的清理逻辑判断 然后Tikev的另一种garbage collection的策略 就是主动的周期性的对所有的region 也就是所有的key进行扫描判断 看是不是能够被清理掉 也就是这里提到的periodic GC 所以可以看到第一种策略是被动的 由compaction来触发的 第二种是主动的 周期性的 默认情况下Tikev使用的是第一种compaction filter 那为什么还会存在多版本问题呢 首先我前面提到save point 会作为我们key是否能够被过滤的一个基本前提 而save point的更新周期是可以配置的 也就是说客户可以去配置 默认情况下是10分钟 并且也是最小的值 但有的客户可能会设置一个小时 一天甚至一周 那么如果客户设置的周期比较长 而且它又存在大量的update 那么在一个相当长的周期里面会积攒 很多key会积攒非常非常多的版本 而因为save point又没有办法进行更新 所以那些版本都没有办法被清理掉 而且在GC的过程中 或者熟悉LSMTRAID的人可能会清楚 就是一个key的删除 很多时候是通过打上tomstone这样一个标记 逻辑上的对它进行删除的 也就是说从逻辑上来讲 它们不可见了 但实际上这些key都还在存储里面 它们还是会被读到 所以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读性能 所以要解决目前的问题 第一就是解决这里的save point的更新周期的问题 第二是解决tomstone 我们知道tomstone是需要 LS trim里面tomstone需要compaction 一次又一次的把它compaction到最底层 然后才可以物理上清理掉它 所以这里还要解决的就是compaction的问题 就是首先compaction它很慢 第二是它无法预期 为解决上述的问题 我们破解的需要一个新的机制 在经过一系列的不断尝试以及验证之后 我们决定使用内存引擎来解决这个问题 接下来我将进行内存引擎的介绍 前面首先是内存引擎 或者称之为in-memory engine它是什么 in-memory engine本质上是一个内存缓存 它缓存的力度是region 前面也介绍到tagV中一个region代表一段连续的数据 那么in-memory engine会在内部对当前节点的所有region进行排序 然后选出topNregions 然后这里的排序是通过读流量以及读放大为标准 那么对于被缓存的region in-memory engine会拥有这个region中全量的数据 不过这里的全量是指的某一个时刻之后的全量数据 我会在后面进一步介绍 然后in-memory engine也实现了快照读语 以及garbage collection 在in-memory engine中独立的garbage collection 是它的性能提升的主要原因 因为in-memory engine的garbage collection 不会受到tagV其他模块的影响 再加上它是缓存的特性 所以它可以更加激进地进行版本的清理 从而极大的缓解读放的现象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内存引擎 在tagV中的位置 左图展示了它在tagV中的架构的位置 这里我简单地介绍一下tagV中不同模块的作用 首先是grpc层 它主要用于接收和回复上层的请求 比如tagV的请求 然后当grpc层收到上层的这个请求之后 比如我们有一个写请求 它将把这个写请求交给transaction进行处理 这里的transaction就是前面提到的分布式事物模型 poculator poculator又分为previde和commit 所以这里会根据以写请求的类型 交给 然后使得transaction根据相应的检查逻辑和处理逻辑 然后transaction层可能会把这个写请求转换为 以一个简直对kv的这样一个写入请求 然后又把它传给下层raftstore 这里的raftstore实现了raft状态机 它会将这个写入请求封装成raftcommand 然后进行raft算法 也就是这里写到的propose replicate commit以及apply 然后这里的raftcommand会被持久化到 左下角的这个raftengine里面 当raftcommand它被commit以后 它就会被apply到右下角的这个rocksdb里面 也就是用户数据 当然我们这里竟然要使用到内存引擎 所以为了尽可能的减少内存引擎 对于raftstore的侵入 我们这里引入了一个叫hybrid engine这样一个东西 它对rocksdb和emember engine进行了封装 然后rocksdb原本是通过实现kv engine这样一个接口 来对raftstore提供存储服务 而这里我们就使用hybrid engine来实现这样一个kv engine 从而替代原本rocksdb的位置 然后emember engine中会有一些重要的模块 我这里也会介绍一下 比如我们首先能够看到的是skip list emember engine使用了skip list作为存储引擎 因为skip list能够进行快速的插入三藻和插藻 然后是region manager 因为emember engine是region的缓存 所以需要对region进行一些管理 比如说region它会有一个状态上面的改变 比如说pending to load loading以及开启状态 这些的状态切换以及管理 都是通过region manager来进行管理的 然后region manager还会去判断某一个读请求 是不是能够使用emember engine去进行处理 接下来是autoload event manager 这个manager它主要就决定 哪些region应该被载录到emember engine里面 以及哪些region是应该被驱逐出去的 接下来下一个就是background worker 主要执行一些比较重的 以及一些异步执行的操作 比如像region的实际载录是它来做 然后就是garbage collection 最后就是memory controller 因为内存的控制在整个系统中是相当重要的 以避免allm 所以会使用一个独立专门的memory controller 对emember engine进行内存上面的记录 并且当内存使用达到某一个月子之后 做出一定的反应 前面说了那么多 那么emember engine到底是如何解决之前提到的 领域版本问题呢 回顾一下我们之前提到的garbage collection的缺点 一是garbage collection对版本的清理会受到save point的影响 另外一个是compaction的不确定性 以及删除产生的大量tomstone需要若干次的compaction来进行最终的清理 那么对于第一点 由于emember engine是缓存 所以它不需要一直存储所有的数据 那么emember engine就可以使用独立于tikv的save point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更加激进的来设置这个save point的更新周期 从而进行快速的mvcc版本的清理 比如前面 比如tikv的save point被客户设置为了一天 那么这意味着至少最近一天的数据 是没有办法进行版本清理的 但我们可以在emember engine中设置 比如三分钟两分钟都可以 那么只是把这个无法清理的时间 限制到了两分钟或者三分钟 然后emember engine中每个region都会维护自己的save point 并且定期的去更新这个save point 然后使用该save point来进行mvcc版本的清理 另外一个点就是emember engine使用的是skip list 所以在gc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就地的删除 需要删除的数据 这完全就避免了compaction的各种缺陷 不过这里有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们需要读到的key在emember engine中被删掉了 那该怎么办 首先tikv的读请求会携带一个叫read ts 这样一个时间戳概念 这就确定了该读请求需要读到的 需要看到的快照数据 而我们的garbage collection它只会去清理掉save point之前的数据 这意味着只要read ts它大于等于相应region的save point 那么就代表这个emember engine拥有该读请求所期望看到的全部数据 那该请求就可以通过emember engine来进行数据的访问 反之则只能打给rocksgb来执行读请求 而由于绝大多数情况 我们总是需要读最近的或者比较新的版本 所以一旦region被缓存 那我们有极大的概率能够执行该读请求 接下来我将介绍一下内存引擎的一些实现细节 这里放了两个链接 分别是emember engine的rfc 介绍了整个项目的设计细节 另一个是项目的tracking issue 记录了整个项目的迭代过程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一下 另外由于时间关系 没有办法介绍项目的每个细节 所以这里着重介绍一下emember engine的读写 驱逐和载入流程 首先介绍读流程 读流程比较简单 基本就是判断缓存是否命中 首先tagv接受的读请求 都是经过了region划分的 所以一个读请求只会读一个region中的数据 那么我们首先就是判断 这个region是否在emember engine中被缓存了 然后判断该读请求所携带的readts 是否大于emember engine中该region的save point 通过检查即可使用emember engine来进行读操作 然后就是写流程 写流程会复杂很多 这里的重点是全量写和原子可见性 全量写很好理解 就是写到rocksdb的数据 也得写一份到emember engine中 当然只是针对那些被缓存的数据 缓存的region 另一个点就是原子可见性 是为了保证数据并发访问的一致性 那么我们假设如果不是原子可见的 试想一下如果存在两个拥有相同readts的读请求打过来 那么一个通过rocksdb进行访问 一个通过emember engine进行访问 那么由于不是原子的 所以他们可能看到的数据就不一致 这就破坏了数据的一致性 那这里是怎么确保原子性的呢 这里首先得介绍一下rocksdb 如何确保readback的原子可见性 我们知道rocksdb中的key 都会带有一个sequence number作为后缀 然后rocksdb的snapshot 是通过确认一个sequence number 来提供这样一个snapshot语义 具体而言就是当rocksdb的snapshot中sequence number确认后 那些拥有比这个sequence number更新的或者更大的key 我们是无法读到的 所以如果一个正在被写入的readback 它里面的key即使是先后写到这个rocksdb里面 只要它的sequence number没有被可见 那么以前的那些 由于这个sequence number的限制 以前的那些snapshot是没有办法读到readback中的任何key的 所以直到readback其中的所有key都写完之后 rocksdb把相应的sequence number给publish之后 那么接下来的snapshot才会去看到写入的这些key 而sequence number的publish本身这个操作它是原子的 所以整个操作也是原子的 那么以memory engine中的原子性也得从rocksdb的sequence number中下文章 rocksdb提供了memory table finish之后的一个post callback接口 具体而言它的行为就是当一个readback中的所有的key都写到memory table之后 就会去调用一个callback函数 并且把readback其中的sequence number传进去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callback函数中 把相应的key全部写到memory engine中 然后所以memory engine中的key也会携带rocksdb传入的sequence number 就在callback的这样一个参数里面获得 这就控制着memory engine中数据的可见性 这意味着即使数据被写到了memory engine中 只要rocksdb没有去publish这样一个sequence number 我们就读不到 而当rocksdb publish了相关的sequence number之后 以memory engine和rocksdb都将同时对这些key可见 那么这里使用这个流程图来summarize一下 就是首先在tackv中会调用readback的一个flash接口 那么到了rocksdb它会进行wl的写入 然后会把所有的key写到memory table里面 这个时候调用callback回到tackv 然后tackv把所有的key连同这个sequence number写入到ememory engine中 然后再回到rocksdb里面 然后rocksdb会publishsequence number 直到这一刻前面写到ememory engine中的 以及写到memory table中的key才可见 而这个操作本身是原子的 所以这里整个操作都是具备原子可见性的 接下来是载入流程 载入流程是一个非常容易导致数据一致性被破坏的流程 这是因为在载入的过程中 rocksdb可能还在并发地进行数据的写入 所以这里需要这里的处理就得以偶外的谨慎 前面提到tackv的每个region代表的一个roftgroup状态机 而状态机中roft命令的执行是在后台线人 也就是这里的第一个applythread里面一部的执行的 幸运的是每个region中的命令的执行都是单线程的 这意味着我们很容易就能够确定哪些数据已经被写入 以及哪些数据即将被写入 我们通过拿到一个rocksdb的snapshot 就能够获取已经被写入的数据 然后对于那些即将要写入的数据 我们就把它给缓存起来 然后等到前面拿到的snapshot被ememoreng消化掉 之后我们再把那些缓存起来的数据写到ememoreng中 从上面的流程我们可以看到 每个region在执行命令之前都会调用一个 prepare for region这样一个函数来做一些startup的工作 这里会判断当前region是不是处于pending to load的这样一个状态 如果是的话 我们就获取一个rocksdbsnapshot 并将它发送给中间的那个 也就是ememorengine的background thread 来一步的执行载入工作 而此时region就由pending状态转变为loading状态 而loading状态的所有region的所有写入 我们都会缓存起来 然后来到这个ememorengine的后台线程 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是会执行rocksdbsnapshot的载入 等所有的数据都被载入进去之后 我们再拿到这个region的相关的缓存起来的那些写入 再把这些写入写到ememorengine中 当这个region没有任何的缓存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region从loading状态转变为cache的状态 然后此时这个region就可以对外提供读服务了 然后就是驱逐流程 驱逐流程最大的问题在于 以我们在驱逐一个region的时候 可能它还被其他的模块访问 就是它可能还会存在一些ongoing的snapshot 所以这意味着我们对于相关数据的清理 得一步地来执行 所以当snapshot在释放的时候 都需要去判断一下 它所代表的那个region是不是已经被驱逐了 如果它被驱逐了 并且自己是最后一个snapshot 就要去执行这个清理工作 然后就是immemor engine的benchmark结果 这里我进行了两组测试结果的对比 然后这一页是第一组 在第一组测试中 save point的更新收期被设置为了一天 然后第二组也就是下一页 被设置设置的是默认了十分钟 当然两组测试是在不同时刻 进行的 而且集群的配置和参数也会有一些差异 所以这两组测试彼此之间是不能对比的 然后每组测试会做开启memor engine 以及没有开启memor engine的这样一个对比 然后在这一组的测试中 我们使用了50个warehouse进行测试 在TBCC测试中 少量的warehouse可以模拟以独放大比较严重的场景 因为TBCC中会携带会有update和select这样的操作 当warehouse比较小 那么它就可以更加容易制造特定数据段的这样一个冲突 然后这里列了几组数据的对比 首先是unified read pool CPU 也就是tagv里面执行读请求 所使用到的CPU资源 然后是迭代器的next和processed keys 这两个值的对比可以反映读放大的程度 然后就是一些延迟相关的指标 比如average以P99 P999 但这里还列了P80 这是因为ememor engine 它缓存的只是部分的数据 或者说小部分的数据 所以很可能这些数据读性能改善 不会反映到P99或者P99那里去 然后这里的绿色背景代表的是开启了ememor engine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组测试中 测试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 CPU使用量从267降到了86 然后在拥有差不多processed key的情况下 next的次数从15.5 million降到了900K 以average latency从4毫秒降到了1.18毫秒 P80从8毫秒降到了1.4毫秒 然后下图就是这组测试的监控 然后黄色的就是代表的next的次数 左边是没有开启memor engine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next一直在增长 但实际上QPS是没有变化的 所以可以看到 就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容易版本需要去过滤掉 所以它的next一直在增长 这是因为我们设置了 首先这个测试只进行了10个小时 然后我们的整个save point的更新周期为一天 这意味着整个测试的周期里面 由于save point的限制 它所有的版本都没有办法经过gablish collection来进行清理 而在实际的用户场景里面 save point的更新周期设置为一天也是能够常见到的 然后第二组测试就是做了没有进行save point的更新的 就是使用了默认的save point的更新周期的这样一个对比 以第一组是还是50个warehouse 第二组是1000个warehouse 我们可以看到在50个warehouse的情况下 也就是前两行 它的提升依旧是明显的 CPU从280%降到了230% 然后average从1.8毫秒降到了1.3毫秒 P80从2.9毫秒降到了1.5毫秒 然后是1000warehouse的情况 这个提升就没有50个warehouse那么大 这是因为当warehouse比较多的时候 数据量比较大 update制造冗余版本的速率会变得很慢 这意味着独放大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并不严重 所以以Mem Engine的优化空间 或者针对这种冗余版本提升的这种优化空间就会比较小 当然TPCC其实并不是我们遇到读放大最严重的case 只是我们内部在进行项目迭代的时候 通过TPCC来模拟会比较方便 而有一些case会比TPCC读放大要严重非常多 我们内部也在进行相应场景的复刻 后续也会进行进一步的测试对比 OK 这就是这次演讲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如果有问题也可以提一下 然后我们交流一下 对 RoxDB它的skip list是作为一个 可以说作为一个落盘的这样一个buffer 然后它的那个缓存是block cache 就是说它会以比如ckck的读到一个block cache manager里面 然后当你要读到的那个sst中的block在这个manager里面 那么你就可以直接进行仿存 而不用去sst里面去读磁盘 它这里所涉及到的优化 都是对于内存相对于磁盘的优化 而这里涉及到的问题是 它有非常多的冗余版本 就是说由于频繁的update 比如说ke它被update了1万尺 那它就有1万个版本 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优化的是 怎么把这1万个版本变成1个版本 或者10个版本 而不是说我们要去运用 内存相比于磁盘的优势 所以我们的key写到RoxDB里面 即使它有那些内存相比于磁盘的优化 但是那些1万个版本都还在那里 然后再加上我前面说到的save point 需要一次是compaction 这种极大的限制了这1万个版本 清理的速率 所以这个feature主要是解决这个多版本问题的 或者有问题线下交流也可以 所以我就先还是多感谢大家的时间 然后再加上这1万个版本